也蠻多熟悉我 一起在這個場域 我不管在哪一個團的戲 可能都會在這邊演 基本上當初 15年前了 我們在創這個團的時候 也是很辛苦 奇巧劇團就真的是只有奇巧 當然也就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耳濡目染 對於這一份傳統戲曲的喜愛 真的是非常愛 愛到全部人不讓我們來 我們非要往這裡頭鑽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那很幸運 我現在能夠從事這個的專業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幸運 所以後來我進到了台灣玉劇團 我現在是在台灣玉劇團的小生生行演員 所以這個劇團基本上就是建國主要的創作 而且它的點資可是比我多得多 你看它能夠想出這些什麼玫瑰 什麼蝴蝶蝦 什麼之類的 可能下一出就是有這種心得了 對不對 那當然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也很值得懷念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兩個站的立場就是 因為我們愛這門藝術 我們愛傳統的戲曲 但是我們也感覺到說 好像年輕的觀眾對這樣的藝術特別的不了解 所以我們願意用當代的一些說法或者是一些手法 結合到所謂的戲曲裡面 其實那個時候還很多吸取現代化的議題這些 其實我們更不知道 我們兩個就很單純的喜歡 覺得好像這樣做可以 所以在台灣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文化的場域 多元化場域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玉劇 在河南可看不到歌子戲 我剛從河南回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金劇 我們可以看到黃薇調 我們聽得到搖滾樂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保重歌劇 我們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在同一個劇裡面可以看到 所以當初其實就很單純的這種想法 所以就把這些東西加起來 就是把它結合起來了 那可能也真的是主事業賞飯吃吧 我們說剛好跟這個潮流接軌上了 那我後來我們再重新的思考 那確實因為戲曲 我是覺得他應該也要與時俱進 他也需要跟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地球 一個大家的世界觀 去共同的往前走 那不然的話可能恐怕有一天 他也得要進到博物館 那對我來說 這是我非常不願意見到的 我希望他還是活在我們的生命裡 活在我們的生活裡 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夠幫忙 不管你是因為什麼樣子 這個看到像奇巧這樣新奇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或者是你原本就喜愛 請務必幫助傳統戲曲繼續的延伸下去 繼續幫我們多推廣下去 繼續的抓年輕的朋友進到劇場 那麼傳統戲曲才能夠活下去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創團的一個很核心的一個中心 這樣子 對對對 好,希望大家幫忙 好